主料,鸡蛋8个,滴粉150克,酸奶280克,蛋奶油120克,奶油奶酪200克,黄油80克,葡萄干50克,白糖120克,辅量,8寸蛋糕磨1个,6寸蛋糕磨1个,小蛋糕磨2个,白醋几滴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-2小时,黄油加奶油奶酪个水融化, 并搅散后从热水锅中取出,一个一个的,加放入蛋黄并搅散,一次性加入酸奶和带奶油搅匀,删入滴粉拌匀,加入葡萄干,拌匀,8个蛋清加起地白醋后,打出醋泡再分三次,加入白糖,打至酒分发,取一大勺放入蛋黄面糊中拌匀,将拌好的面糊倒入余下的蛋白霜中,上下产半身匀,拌好的蛋糕面糊倒入模具中心刻镇, 十几下震出气泡模具中提前垫好油纸,放烤箱倒数第二层水浴法上下货,160度烤70分钟即可,烤箱最下一层用烤盘装一盘开水,取出,烹饪技巧 一,蛋糕模具中垫好油纸便于脱模,取出撕掉油纸即可 二,水浴法烤蛋糕时,取一烤盘装入开水,在烤盘上放一烤网,模具只好往上这样比较方便省事,省掉锡纸包裹磨底的步骤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